美國浪漫兄弟 買10公斤大龍蝦放生 卻死了 逛魚市場的時候 你也會聽到魚蝦在哀嚎嗎? 美國紐澤西一對兄弟 在市場見到一隻10公斤的龍蝦 哇!這隻龍蝦已經100歲了 它在這個汽車裡做了什麼? 它已經踏了三個星期了 他們認為這隻龍蝦年紀很大 應該要盡勞尊賢 便花了8500塊買下它放生 我們會活到他的生命在這漂亮的汽車 什麼汽車的汽車? 我認為是駕駛駛 可惜兩天後 大龍蝦被人發現浮屍在海邊 網友不禁感嘆 要是早點端上桌吃屌不就好了嗎? 我認為是駕駛駛的汽車